朱律轮上了邱正雄下 那么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赶在下台前 最后一次主持了防疫记者会 也跟这个同为内阁成员的卫生署长杨志良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要谢谢大家支持 邱正雄说自己总算是睡了个好觉 话题都绕着这上面转 结果这场记者会也因此成了内阁的席别会 这样离开您的感觉呢 会觉得说受了委屈吗还是怎么样 不会不会不会 赶在星期四内阁总辞前 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现身及管局 最后一次主持防疫记者会 不顾镜头追赶 邱正雄面带微笑 说自己心情很好 好谢谢 副院长未来的人生规划 我想这个很好 我觉得放松一点 昨天睡得特别好 谢谢 在什么场合跟你说的 一定在行政院的话 直接在行政院的办公室里面跟你说 对 坚持不谈细节 邱正雄只强调会配合刘院长脚步 但记者会上同样身为内阁成员的卫生署长杨志良 谈内阁总词 透露弦外之音 早上新隔队约谈您是谈一些什么 是留任吗 我觉得以后再跟你们说好了 你的表现怎么样 你认为我表现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防疫中心启动定134天 新流感病例再增4人 但副隔队和防疫总指挥 两天后可能又要换人做做看 内阁大头拱手辞别 记者会顿时成了隔队西别会 昨天新闻 娱乐为范馨鱼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